第五 跳出通知嗎? 喔!Jerry你好! Terry哥好! 各位等等我去算個錢,等有人再來講 好! 現在也是用電子上線,還有彈牌! 欸? 超疼是嗎? 客人真的都 喔!16個人可以講 謝謝各位 這個以前小弟在開直播的時候 要等到10個人來看好像似乎是困難 那現在好像一開播就是15個人part day 謝謝你們謝謝謝謝 有成長到啦謝謝 那麼今天齁 那個靠北釣魚人風波齁 大家看得到不要看了也不太想理他了 那個口水之戰看到最後也羅生門了啦 大家也看得都膩了 看得都煩了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繼續講我們正常的課題 就是釣蝦的課題 那上次前幾天前天的直播 想要說要告訴各位這個殘餘福利子的關係 對不對?他那種預告 那因為殘餘福利子的攻擊齁 是比較 欸 原理看似很難 可是講起來齁 其實時間很短 可是你們要仔細聽齁 你們要仔細聽齁 不然的話等下聽不懂齁 這個 如果你真的還是不懂 你來店裡面問我 好不好? 那我今天會拿這一根比較大根的來做代表齁 並不是叫你去釣蝦 用這一根 我現在講的道理就是殘餘福利 這裡的殘餘福利跟這裡的殘餘福利 這裡的殘餘福利跟這裡的殘餘福利 跟這裡的殘餘福利跟這裡的殘餘福利 是不一樣的齁 如果你是基釣的朋友 或者你是 釣蝦的朋友 下面我講的這些東西齁 都是適用的 因為中基地常常有在尬 小豆 大豆 這裡叫做小豆 這裡 這裡叫做小豆 這裡叫做大豆 小豆跟大豆 那 釣蝦也是嘛 常常會尬在這裡 或這裡 或是這裡 齁 是不一樣的 我拿 我拿這樣子好了 齁 我現在要講了齁 假設說 當然這一根不是釣蝦標 可是這一根比較大根齁 比較好形容 所以我就拿了這一根 假設說齁 這一根釣蝦包你尬到這裡的圍 齁 尬到這裡的圍 齁 假設說這隻仔 吃鹽都總是五分來講 五分來講 你鎬到這裡 你鎬到這裡 可能是吃4.7分 4.7分 齁 4.7分 但是你如果鎬到這裡 你鎬到這裡是4.7分 你鎬到這裡的圍 可能是 人家在講五分嘛 通常 通常 通常你如果說 正五分是你說 有的人是說五分在這裡 但是屬性 如果說正五分是要鎬到這裡 是這樣 你這裡可能4.7分 因為比較多 有 4.7分的時候 這裡是5分 這裡是4.7分 齁 你鎬到我問說 中間的圍 是不是就是4.8 4.9 其實不一定喔 我跟你說 你這裡如果4.7分 你要鎬到這裡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你的4.85分 齁 因為到這個時候 它的產生的福利是特別大的齁 是特別大的齁 齁 你有說這裡是4.7分 這裡可能4.85分 你鎬到這裡的圍 可能就是4.9分 4.9分 4.9分 你到這裡可能是4.95分 到這裡可能是5分 各位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越大頭的 越 這叫做小豆 這叫做大豆 大豆 大豆 起了小口 跟小豆的福利 不是 它這個 它這個的福利 並不是等據增加的齁 懂我的意思嗎 齁 我再講一次喔 仔細聽喔 那這支普通叫做5分的來說 加到這裡可能是 他們 如果說標準的來說 5分是加到這裡 加到這裡這個5分 加到這裡4.7分來講 4.7分 你要加到這個8個這裡的時候 齁 這裡是4.7分 你要加到這裡8個的時候 對不對 4.7分 要加到那8個的時候 可能就是 4.8分 還是4.85分 你再起來稍後 看 這裡 可能4.9分啊 4.9分 但是4.9分 到那5分的時候 可能你加一個 0.1就是 這大小的 這大小的 這樣你講 是你講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 小豆 跟大豆 這裡的 你每增加的是 這十到這十的普通 在這小的裡面 這十到這十的普通 是特別大的 你知道嗎 到這裡是 漸進變成 可是 你這裡的福利 並不是說 齁 這裡是4.7分 這裡是5分 中間 就叫做 4.85分 不是喔 這裡到這裡的福利 是特別大的 假園會 會比較大塊 到這裡來的 殘餘福利的 越來越小 假園變越來越小塊 齁 各位 你可以一直撿 撿一點點 跑出來了 對不對 再撿一點點 跑出來 可是要從這裡 撿到這裡 要撿很大塊 才會 跑出來這一節 對不對 你們都有這樣子 試過嗎 所以 我剛剛講的 這一段 就可以從 你可以在家裡面 試試看 你把你的千片 先修一修 剛好在這裡 你從這裡 要修到這裡的時候 修一點點 它就跑出來了 可是你要從這裡 修到這裡 可能就要撿 蠻大一塊 它才會跑出這一節 齁 從這裡 齁 你千片剛好 都看到這裡的時候 你從這裡 齁 你從這裡 要修到 這 這邊 修到 要修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修一點點 它就跑出來了 但是你 你修到這裡 還要修到大塊 你可能就要加很大塊 遠超於頂 遠超於丁管 上面這一節的 上面這一節的浮力了 你懂我意思嗎 這裡跟這裡的浮力 是比較大的 這裡到這裡的浮力 是比較小的 齁 所以就是有很多人 在調教浮標 他為什麼 說 我為什麼從這裡 修到這裡的時候 我從這裡修到這裡 修一點點 它就露出這一節了 可是我要從這裡 修到這裡的時候 我變成說 好像我要修 蠻大一塊的 蠻大一塊的 各位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這裡要修到這裡 這裡要修到這裡 收一點點而已 就浮起來了 因為這裡浮得很少 你加一點點 你按這裡要加到這裡 你煎一塊 就可以按這裡到這裡 你到這裡 還要到這裡的時候 要煎比這裡到這裡 更大塊的 它才會到這裡 你這裡要到這裡的時候 你還要煎更大塊 它才會浮起來 沒有 你如果這裡到這裡的時候 你這裡要修到這裡的時候 你收一點點而已 幾乎沒有什麼動作 沒有什麼動作 因為它感受不到 所以這就是 這一根浮標裡面 所有的浮標都一樣 這裡的殘餘浮力 跟這裡的殘餘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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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樣的齁 我再講一次 這裡的殘餘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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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人家講的 如果釘餘浮標 如何釘 跟泵 跟泵 差在哪裡 你如果釘餘浮標 你調教到這裡 蝦子輕輕一拉就下去了 因為 這裡的殘餘浮力 剩很少 所以 蝦子輕輕一拉 就是 你釘餘浮標 放到這裡的時候 放得要撩得更大 要撩得更大 這裡的殘餘浮力 比較大 你調到這裡的時候 殘餘浮力更大的時候 它要拉很大力 才會下去 懂了吧 各位 敏跟蹲就插上來 可是 不一定叫做 這裡就叫做比較蹲 沒有 有時候泡泡很大 的時候 你需要到這裡 你才可以正確的去判斷蝦訊 你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在泡泡旁邊 不小心就沉下去 你爬起來會扛起來 各位 懂了吧 你們可能看不懂 聽不懂 沒有關係 來現場問我 或是乾脆 再看一次重播 因為這個我如果再講幾次 你們就揮起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乾脆來現場問我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 如果看不懂沒有關係 回家重播 第一次看不懂 沒關係 第二次看不懂 沒有關係 第三次看不懂 也沒有關係 你好好的去用簽片 簽片 你先打到這裡 你修一小塊 就到這裡了 你再修 修一點點 怎麼差一點點而已 怎麼都差一點 怎麼永遠沒有辦法到這裡 你要修很大塊才跑到這裡 這樣子懂了吧 如果真的還不懂 乾脆來現場問我 因為在直播裡面講這個東西 聽懂的人老實講不多 你必須要掉很多年才聽得懂 來現場問我 我主意解釋好了 也才可以把這個 正確的觀念 說明給大家聽 對不對 不管你哪怕是 你來跟我買二十零元的東西 也沒有關係 再來現場聽聽看 OK 那我跟大家問一下 好 Y-A-N-G 你好 小秋你好 阿鏡你好 溫祥林 你好 我們跳完錄了 劉沙文 劉社長你好 Jerry 這根浮標是不是太大根 這個千萬不要拿去釣蝦 這個 只是今天的教材說明而已 雖然他長得很可愛 是這樣子 陳玉佳你好 王俊玉 這個我不會黏 抱歉 黏著請 抱歉 大隻先生 用大隻浮標也是正常的 我釣蝦不會這麼大隻 美營姑娘你好 阿楓哥你好 杏志你好 Terry哥好 陳漢你好 阿這個C H E N G 這是陳漢 岩玉峰你好 JIE你好 阿威你好 好 各位等一下 我先去結帳一下 現場其實一直很多 好 好 給你看 這兩個 這兩個 516 我現在提兩個 就有幾個加大型 沒有 是嗎 然後看到這個 這個 沒有 都賣很久 常常缺貨而已 不知道黑色那個嗎 黑色那個自己有貨 阿這個會缺貨 這個會缺貨 湯缺 謝謝 呃 不要弄太小塊 大概玉峰那麼大 然後先換 阿這個粉要加多少 我覺得這沾不會黏走 你這樣不會黏走 你這樣不會黏走 所以不會 不會贏家 就不會贏家 還好啦 會啦 沒有你想像中間 不會黏走 不會黏走 就是不會 這個粉本來先去就會失溫 你就用大塊一點 大概玉峰那麼大就合理 玉峰 對啊 OK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小朋友 好 好 我們來要認真過日子 冠順你好 美人姐姐你好 秋靜雯你好 黃小豪你好 請拍謝你好 陳峰你好 葉佳龍你好 Andy你好 朱尬婷你好 Tera你好 齁七寶你好 喔 YU你好 王彭華你好 喔 好 Jerry 問我說 大隻老闆 我有個問題 先配重再涼水深 還是先涼水深 欸 一定是先配重再涼水深 不要先涼水深再配重 沒有辦法配 可是 你在配重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點喔 你不要再 你不要那個深度用五公分再配重 那不會準的為什麼 因為釣蝦石 如果是有四尺深 四尺深的時候 最好配重的 範圍就是 你在三尺深的時候 去做配重 這樣才會準 為什麼 因為你四尺深 你用三公分 你做配重的時候 齁 你四尺 靠著三公分的時候 你還有這個三尺 的霧山是有重用的 沒算在來 你敢知道 你要把那個霧山的 沒算在來 這樣你就了解了 齁 所以 今天大概是 這樣子 齁 文哥你 你說你看到一尋姑娘 沒問題 他在旁邊在坐 所以 各位齁 這個 我剛剛講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是看不懂 聽不懂 沒有什麼概念 呃 我覺得看重播 如果你看重播 看了好幾次 看到晚上都 睡不著了 沒有關係 你來現場問我 不要客氣 好不好 是這樣子 齁 陳小姐你好 大概是這樣子 齁 這一根 無必要 我覺得他長得很可愛 我 我有喜歡 現在外面又是磅礡大雨的 磅礡大雨的 齁 今天真的是謝謝大家啦 今天生意真的還不錯 因為 雖然外面都下了大雨 可是今天一直有人來 一直有人來 真的 謝謝各位 如果沒有各位支持 我真的是 是 可能就 滅了吧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齁 是這樣子 感恩 母豬家庭說 母腺有重量 對 沒錯 陳小姐 你好你好 平安順心 謝謝 齁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齁 母腺是有重量的 因為有很多客人 他問我說 為什麼我在家裡面配種配完 我去釣蝦場配種 似乎 用好了之後 會變得比較沉 其實並不是比較沉 也不是浮力的關係 其實是 你在家裡面配種的人 你配種的容器齁 這個沾土不夠 你感到沾土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扭出來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支母山齁 因為你要做的時候 沒有山的 太空洞 入去你上面嘛 變成這支母山的 重量跟水族的造船 不是只有重量的影響而已 你從這支母山 雞出來的時候 這個母山是有重量的 第二項 這支母山是有水族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家裡配 你有說你在家裡配 配到這裡 配到這裡 都好 去到中間 才會變成這樣 因為老在走 在拖子在拖子 還有你這個母山的重量 就下去的時候 所以會按這裡 變來這裡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而已 吳喜安 你好你好你好 釣蝦跟釣魚 不可以說 你如果是這個基杖的普通 說的部分 也是像我剛才說的 一樣 一樣 因為 釣基杖跟釣蝦一樣 都經常在釣這個 小豆中 小豆中豆大豆 對不對 其實沒有中豆這個名詞 但是 小豆大豆 叫做中 這 這我學會說的 有小豆大豆而已 沒有中豆 因為釣蝦跟釣基杖 就很少你講蝦的事情 你如果中 福西娥和釣蝦都在講蝦 那就另外 不一樣 不是又現在 等一下有結帳 有 這個而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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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又回來了 吉寶謝謝你支持 阿勳力好力好 今天真的謝謝你們 今天 如果沒有你們支持 你請我拿一下 好好好 今天如果沒有你們支持 真的我真的 真的滅了 我想真的 唉 很多感慨啦 阿這隻順便介紹 這隻是哈里咪子的浮標 叫做深水 沈水 這個不錯用 各位看一下 蠻漂亮的 如果你是釣雞釣的客人的話 蠻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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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會跟我說 這個形狀怎麼很像日本 那個 Sulican的浮標 齁 我跟你講 這個 就是 它跟深層黑雕 大概是一樣的啦 反正這個浮標的世界 就是仿來仿去嘛 對不對 阿這隻要拿去釣蝦 我 我不會建議 因為你可能會 供到 供到 昏了 齁 我不建議 叫做深水 海裡 有